各位好生,真的很喜歡頭髮垃圾後面,越垃越厚 剛剛出了社群post,原本真的打算出文字就算了 但我覺得有必要講詳細一點 最近我經常都會幻想我的畫面 就是自己出身在一個比較貧窮的家庭 大概每一天都會想的,無限伸延好像是另一個人的故事 但會希望下一世發生在自己身上 也覺得畫面是溫馨的,那種窮並不是慘的那種窮 其實窮是不慘的 爸爸每次都會把別人不要的二手傢俱 例如衣櫃、書桌、拖桌等等,或者一些桂桶 搬到家裡的時候我就很開心 覺得家裡有多了一件很大的禮物 自己和家人都會喜歡吃燒味,因為燒味很貴 爸爸媽媽有時候想哄我們開心 都會買一些東西,是下蘭色的燒味 可能不是那麼新鮮,但翻煮、煎一下 味道也是很OK的 反正我本身就不介意吃你們覺得髒骯髒的東西 這個也是現在我的想法 就是你經常都會有些女生冷乾淨啊,什麼漂白水啊 什麼消毒一點點,掛一條頸 小孩子,八達通的那些,整天的消毒物在頸 有什麼便攜式的空氣清新機啊 其實我真的從頭到尾都沒有這些 很累積,很浪費的資源都是沒有用的 在我眼中 還有你們覺得食物髒骯髒的那些我最討厭了 吃得下肚的東西,你們經常說髒髒前髒後 什麼都米飯吃,最好 那我就會覺得有肉有燒味,香噴噴,吃得很滿足 一年可能有一次會去大飯堂吃飯的 送菜也很貴 其實現在香港在大飯堂也很貴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動卡也可能四五百元 攬起來每個人都要兩百元下樓的 那什麼黃金蝦球試招炒險 為什麼都這麼Q貴呢 家人點了個腐乳生菜 一份南乳炸雞翼了三角白飯 我就用腐乳送飯 覺得這個飯特別好吃 而且因為少出街吃飯 所以味道特別好 重手些少,大油大鹽有味精 經常都會有這些畫面露出 尤其是傢俬那部分 真的會很想經驗一下 家裡是拿舊傢俬回來 就算看上去格格不入 但我相信是一定開心 尤其是對小孩來說 爸爸拿了一個很大的衣櫃回來 家裡就多了一個衣櫃,可以放東西 又不用錢 我覺得是一個從天而降的禮物 我真的覺得其實是開心的 這裡有個留言 雖然我還沒說完這篇社群 他就說小時候住安市區通山跑 兄弟戰會三五成群 在那裡玩,串門子 坐人家看電視 吃鄰居的零食點心 生下的人以為我們很慘 經常都被棉皮 車禮一代代狗三 其實他們都不知道我們多麼開心 其實窮和有錢的那種開心 真的會取決自己 人最慘的就是 你有錢的時候又不開心 窮的時候覺得自己很慘 你永遠都不能夠落在其中 我覺得很慳,很節儉 其實都是一種很快樂的 一個行為,一個生活的形態 我腦裡經常把這些畫面無限伸延 希望下一世的起似點更加窮 比今世的起似點 從比較窮的生活之中 可以獲得快樂 事實上 現在自己很節儉,很慳 吃的,穿的可能也比你們便宜 但落在其中 食物和用的都是不浪費 我覺得重點是不浪費 你說我是不是用所有東西都很便宜 絕對不是 但是我真的一丁點都不會浪費 還有我覺得不浪費這件事 比你買便宜的 例如可能我現在這樣 我吃米,吃得好的 我是一粒米都不浪費 我真的不會吃剩飯 甚至我誇張一點這樣說 基本上家人吃剩餘的東西 如果我真的不想浪費 我會放進冰箱裡 翌日回來自己吃 你們可能想不到 我沒有辦法 我接受不到 堵食物和垃圾桶的動作 除非那些東西縮了壞了 或者是真的吃剩很少 即是根本翻煮的意義不敗 浪費勞火的 如果不是譬如你說一碟飯 吃剩半碟 基本上 我知道我的人不會吃回 當時人的話 我就會吃掉 因為我覺得 折檢這件事真的很重要 也不是誇張 這件事我都經常做 我覺得很多人都會經常覺得 我買東西都不是買得很貴 但你們浪費的 浪費得很厲害 譬如一罐食物才算 一個可能維他命C 你們吃幾粒 吃完之後整罐放在這裏 然後不久我過期 或者不想吃就整罐放在這裏 這些事我們都經常做 所以我覺得不浪費 這是重點 所謂散吃劍用 其實散吃劍用的意思是 總之你用錢買回來的東西 不要浪費 飯、食物、物品 放進口不放進口的東西 其實不要浪費 不要在稀枝、閒枝 或者是倒掉 所以最近我開始會用二手貨 二手家事 想用不是會用 但是香港的二手物品市場很小 沒有什麼選擇 當我們看了二手家事 時發覺都是最普通 就是最基本款 跟外地真的很不同 跟外國 譬如日本 或者美國 你譬如想買更漂亮的二手物品 有些品味的二手家事 有很多選擇 但是香港是不流行 大陸甚至也說過 二手車子品市場很大 但是香港的二手車子品市場 沒有大陸那麼大的 你說除了保值那幾個款之外 基本上沒有什麼人會買 買二手貨 大部分人覺得我都想要新的 加斯我不要了 扔出去 很少會想買二手或者賣出去 真的很少 但是有的人都是比較基層 正是為了錢 或者因為不夠錢 所以想買 但是你說如果是一種生活的 生活風格 是沒有的 就是有能力負擔新的人 但是選擇買二手貨的人 是近乎是沒有的 香港 在未來日子 我都會繼續 黑幾節 生活 其實我都持續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我現在才跟大家說 這種感覺就是太好了 當自己呢 真的想花錢買東西送給別人 想吃好的請人吃飯 自己吃點 花錢才有意義 散吃劍用 其實真的很開心 我不是叫你們 一定要買便宜 絕對不需要 我都吃肚子的東西 你有能力 你負擔到一定是買好的東西 但是散吃劍用 麻煩你折散吃 折散使用 那個重點就是 其實無論你是一個 有錢的人 還是沒有錢的人 其實都可以做得到 你不要以為窮人就是散吃劍用 很多時候窮人都是很揮霍 很喜歡浪費的 一個喜歡浪費的人就是窮人 我覺得大家可以很自私地想 如果你們想你自酸有福 你想你之後往後的人生 你沒那麼快死 你都叫多一點福氣 你更加要省吃劍用 你當作一個儲存的 一個戶口 你是不斷地去累積 你能夠有得用 那天給你一百元 你可能用了五十元 那五十元 你不是儲存起來 你扔掉它 倒掉它 浪費了它 之後你的銀行 就會越來越少存款 其實就是這個意思 為自己後代 作為父母 都應該要省下兼用 還有不要給一個 不好的例子 給小孩子看 原來食物 你吃完半碟飯 一個碟頭飯 你會倒掉它 我媽媽為了減肥 所以吃兩口 就扣喉 吐了它 然後那半碟飯又不要了 倒了它 又說打包不好 又說覺得便宜 這些就是 很多時候小孩子 節省 懂得節省 都是因為父母 我也是像我媽媽 我媽媽也是 無論賺不賺錢 都是會很節省 很珍惜食物 珍惜食物 這件事真的很重要 我看到大陸 有些土豪 你們突然間捕發戶的人 或者本身也有錢的人 其實都是不懂得 整個桌子送著賭 多的事 現在大陸近自動習近平 上了一場之後 都很反對這些宴會 和酒席的事情 其實是很多浪費 很鋪張 也都見過那些女人 為了怎樣浪費 自己多有錢 會將買回來的很多很多 放完盤 拍完照 就扔掉它 這些事情真的很會跌 大家不要做這些事情 不要經常覺得要面子 別人是這樣 我都要這樣 很會是傻子 說到大陸 最近大陸有那些視頻 滿滿的影片 有一條 就是說媽媽九五喉 其實大陸的九五喉 你遇到好像香港那些三四十年代 那些女人 那些思想於父 好像之前我跟大家分享過 那些什麼的香姐 重男輕女 什麼生女就走了 還要對她好 兒子又不一樣 兒子再給一個九五喉 自稱 九五喉 真是屌了 沒有看到這些事情 那這個媽媽 上熱門影片 為什麼呢 因為她拿了一隻兔子 來燙 那隻兔子是她兒子的寵物 而這隻寵物 就是她奶奶送給孫子 嗯 然後媽媽還好狗 燙那隻兔子 放血 一團拔完毛 然後當作一份食材 扔給兒子 叫兒子拿著來拍照 拍她的片 拍兒子不斷狂哭 這個畫面 然後覺得好像 哈哈哈哈做什麼 哈哈哈哈 然後不斷在笑咬兒子 又自稱九五喉零零 哎呀好年輕好年輕 可以被人任契 那些 就是 好想按鈕 我覺得大陸呢 低志的人 其實真的很多 不需要你說 哎呀我喜歡大陸 我就要拜大陸人 我想說大陸一二線城市 都是看不起這些農村人的 不需要經常抱著人 香港是一個很能畸形的地方 香港是一個頂尖一線的城市 如果你跟整個大陸 那麼多的省份 城市比較 嗯 但你看到香港是超級容易 去被農村人下來的 例如湖南湖北 四川湖南湖北 你看看上海人 歧視那些農村人 就是這些行為 所以別人歧視你 是吧 你虐待兒子 令兒子有心理陰影 你令兒子 就像毒虎 毒死自己的兒子 但根本沒有分別 你以為兒子一輩子都會記得這件事 狂哭 你還拍他放在網上 是吧 我看到那些留言 都狂屌這個老母 就是沒有腦 你多年輕 有什麼用 你生出來都是一些很能於父 那些阿婆阿母 那些思想 經常覺得自己的父親 哎呀我年輕 其實都不年輕 九五後的思想 那些人都老得很快 然後又說整容 拉皮 你們求求其上 什麼小紅書 都會看到 很多這些女人 很沒有質素 我還記得 就是 像大家說 我以前隔離鄰居 大陸西 就是我以前 很多年前 住那間屋 他 真的很喜歡 看到我就說 窮人都是香港人 香港人 都是窮人 香港人是怎樣怎樣 我女兒是香港人 我老公也是香港人 大陸踩響的人 見到我就說 你看看 這些鐵皮屋 都是香港人住的 是不是 香港人點點點 他自己也有拿福利 來到香港 不知道怎樣拿 總之又說自己 可以拿到什麼書寶津貼給女兒 那 拿盡香港福利 吃香港的大茶飯 然後又不斷在朋友圈 微信朋友圈 不斷曬命 又說自己住在香港多好 我老公買個Tesla給我 繼續在這裡踩香港人 其實我真的可以跟大家說 我是很明白 為什麼香港會有2014和2019年的事件 首先當然其一就是 我們對於大陸的認知很低 對於自己國家的認識很少 歷史基本上是近乎零 或者知道的東西都是扭曲了 這個其一 但最重要就是 我們入侵性的認知 入侵性的認知 就是我們接觸到這個人 接觸這個圈子這個群眾的人 都是很欺負我們 真的 我們接觸到的大陸人 就是 你又下來拿東西 拿完東西還要踩我們本土人 但是又要認香港人 那種的心理不平衡 就是我們都會看到 所以以前你說 我會不會跟那個大陸西去說 是不會的 每一次他說 山間人真的好窮 就是你們好重啊 為什麼會這麼窮 天天就在屋苑大大聲 這樣說 其實全部人都知道 沒有人理他 因為不同圍道 你會不會跟螞蟻 做到螞蟻二圍的 你會不會跟螞蟻在那裡鬥 是不會的 就是我覺得這些就是 就是為什麼我會說大陸人的行為 你很少會見到一個有錢的大陸人 白手輕家又好 富二代又好 又好 又好 就是很多華人的特性 應該這麼說 不是大陸人 華人就是揮霍 所以你們不會明白 為何會 就是駕駛一輛日本車 踩單車 或者是很折劍 再來還有幾件衣服 就是你們是不會理解 你覺得這些人扮東西 人切 其實錯誤 大家質素不同 圍度不同 跟思維不同 你們覺得有錢就要揮霍 有錢就要穿名牌 有錢就要包心切套 有錢就要浪費 有錢就要到處講 是嗎 來到一個地方 你拿福利 還要踩這個地方不好 跟著就是覺得 不平衡整個人 總之 華老公就是最好的 華老公是生產人 但你們其他生產人 又窮又沒用 華個女兒 就是那些幼稚園 就是穿那些 英國設計師設計的校服 其實只有那些 街市附近的幼稚園的地方 我真的不知道有什麼優越感 人家其實還沒踩你 還沒踩你 整口香音 其實普通話 講開普通話的人 講中文 就是講廣東話 其實真的真的有毒的 那些聲音 我真的聽到很韌耳 那些聲音 就是我覺得不需要去抑壓自己 香港人 我告訴你 如果你做一個香港人 你不喜歡大陸新疑 是十分正常的 怎麼會喜歡呢 你覺得大陸一二線城市 那些人會喜歡農村人嗎 不會的 你知道嗎 在上海北京你要落戶 所謂北漂 什麼漂什麼漂 他們很想落戶 當然是很困難的 香港不是的 香港來求救期 找一個人嫁 或者拿什麼身份 買個房子 這樣就可以下來 所以你看到 香港現在的分化 其實是很嚴重的 為什麼會這麼嚴重 就是一個政策上錯誤 大陸一線的人 都接受不了的東西 你要香港人接受 還說接受新移民才是共用 共用不了的 他們都沒有共用過 你想想這些冷淡 有些大陸婆 大陸西 下來香港不停不平衡 已經養衰 口音又臭 不斷地在數香港人 不抵得香港女生 不抵得香港土生土俐 你告訴我香港人 我媽香港人 她也不相信 這些人下來 你叫我接受接什麼 他有沒有做過自己的本分 沒有 所以香港人 你們就算是男 自稱男 自稱愛國 你不需要接受這些人 不需要找什麼 迫自己喜歡 我不敢說 那些人說我黃黃什麼 為什麼要接受這些人 我從來沒有接受過 從以前大陸西的片段 到現在 我都沒有接受過這些人 大陸西大陸西 我都會一直這樣叫你們 你們這些人 如果去到大陸 那些一線城市 你都是被人歧視到你爆 二線杭州 這些都不會看得起你們 你們只能下來香港 廿文廿武 你看看 你有時間看抖音 那些大陸新移民 經常教人 怎樣拿公屋 怎樣拿福利拿到你不用做 然後踩香港人 經常狂踩香港 天天都是這樣 這些人不在少數 你不要經常說一句話 哪裏都有好人和壞人 你這些就是包庇自己錯誤的中國 自己出去滾 就說全世界男人出去滾 其實一九樣 就像這陣子 我經常說好人和壞人的話題 你就會衝出來說 哎呀 哪裏都有好人和壞人 你有沒有一股膏打一船人 我在這裏又怎樣 我在這裏都很好 壞人都很多好人 很多CEO 打工都打到很高級的 你一百人都沒用的 那你過去幹什麼 哪裏都有好人說 你不讓子女做黑社會 是不是 經常都說好人壞人 什麼什麼一糟糕 船人這些就是很低 很低至低為度 經常說的 我聽到我耳都爛了 你是有種 你就不要過去 不要拿著美國護照 在那裏打飛機打到出征 你就不要覺得自己拿著美國護照 可以娶到全世界的中國女人 你兒子有美國護照 那些女同學沒有 你就跟兒子說 你不要跟這個女同學拍拖 他都是貪你的居留權 你就是有高低資分 下來香港這班大陸西新移民 和這些可日華金的救援 華人的DNA的劣根性就是這些 你經常都不正視劣根性 為什麼你覺得我說話這麼硬 因為說話中了 你自己不是這些人 你會覺得聽到我很爽 因為你知道我在說真相 在說事實 但是你們普通人 做這些事的人 你覺得很硬 為什麼你會說這些 為什麼你會說這些 華人質素好過華人 不要你們都不滾 私下路滾過去 是吧 買車賣樓去到那邊 洗大餅做些下難事 你都肯 為什麼 因為你仰望人 還說哪裏都有好人和壞人 你們都不滾去別人 因為你覺得別人好 你覺得白人好 哪裏都有好人說 你就不會迫子女嫁回華人 你們那種恐懼 其實你出於恐懼感 你明知道白人高大上 但是你出於恐懼感 你都會想子女嫁回一些 有美國護照 有加拿大護照國籍的ABC 日同聲同氣 可以過大禮收禮金 這些事情 幾十條片都說不完 大家一定要正視華人質素 不要常常怕去批判大陸人 如果你真的當大陸人 自己的同胞 你更加要批判他 而不是覺得要批判他們 明白嗎 落堂吧